嗨,欢迎大家又回到了凯西的理财冒险 请大家麻烦订阅点赞,谢谢大家 在分享排兰替人财报之前呢 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去年我视频分享的公司 剔除排兰替的部分 其他的个股来看 目前的股价和我自己是否有售出呢 首先是SNCI 在去年分享的时候呢 之前我就跟大家说 它是最有潜力的标股 去年呢我也坚持每次财报出来呢 我都有分享财报 但是呢看的人不多 他从我买入的90块 涨到现在的686块 短短一年内的时间 上涨到500块后 讨论的声量也变大了 就像我之前分享的帕兰替一样 开始暴涨后 大家就会纷纷加入讨论 目前呢我在高点卖了一半 剩下一半的底仓 有机会拉回 我会再买入 而老板也开始上电视被访问了 这是我去年分享当中 我觉得表现最好的 足足涨了6倍 绩效斩压很多公司 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和我一样 有看我视频而持有这家公司呢 第二档是ASML 这档我分享后呢 股价刚刚好拉回很多 对于ASML来说呢 除了熊市呢 实在很难跌到500块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买入点 当初呢也刚好在看 晶片战争这本书 对艾斯摩尔产生很大的兴趣 因此呢比起台积电 未受台湾地缘政治的影响 ASML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科技呢也是绝对的垄断性 目前为止 截至2月7号股价来到905块呢 以刚视频价钱580块来算呢 也是有获利60% 艾斯摩尔呢 我个人手上还没有卖掉任何一张持股 因为我认为就像台积电的财报说的 半导底已经触底 我相信接下来呢会迎接他们的高峰 当然的当中呢难免会回调 毕竟大盘也涨很多了 但我个人认为500多块的艾斯摩尔 实在难得买到 所以呢我会续报 剩下的就是我重仓的尖亚 还有一些AMD跟NVIDIA SOSL的部分 但大家听多了尖亚我也就不再提了 目前呢去年初呢 我买的94块亚马逊 也是一股没有卖出 而我第一大重仓的META呢我是出了一半 因为我觉得它飙涨很多了 SOSL呢我暂时也全部卖关了 大致上呢我去年分享就这些公司 那这边简单跟大家说完 现在回到我连续分享三年的Palantir身上 Palantir最新公布的2023年的第四季业绩呢 展现了强劲的业绩和持续的获利能力 而这也反映在它的股价上 隔天开盘的高点涨了30% 之前Palantir的财报都是盘前 这次突然改成盘后呢 让我们想赌财报的人还是有机会 群里还有不少人呢 赌财报一次买了1000股 但是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哦 首先呢我们来看公司这一季的营收 来到6.08亿美元的收入 高预期的6亿美元 营收年成长来到20% 相较上一季的17% 可以发现公司的成长率呢 有再次提升 就像公司之前说的 人工智能推动力能慢慢呈现在Palantir的销售上 而毛利为4.9亿美元 比起去年同期4亿美元的成长 毛利也再次来到84% 软体公司和其他产业最大的差别是说 除了不用仓库呢 还能维持高毛利率 净利来到9340万 比起上一季的7349万 和去年同期的3090万美元相比 利润率为15% 也是不断持续的提升当中 这这方面呢 算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当初在2022年的第三季度呢 还是亏损着1.24亿美元的公司 飙升至这一季获利9340亿美元 并且呢 这段时间也是基金经营的最受挑战 高利息的环境 公司却有办法逆境的生长 GAP来看 每股收益为0.08美元 这是Palantir连续第四次呢 获得会计准则 GAP的净利润 从财报也可以看出呢 Palantir公司维持着盈利方向前进 迟早呢 敲进标普500的大门 如果能维持下去的话 再次追踪股票的筹薪部分来看 虽然这是相比上一季的1.1亿美元的股票筹薪 最近呢 增加来到1.3亿 但我觉得差异其实并不是很多 可以持续关注 然而营业利润率呢 比起上一季的29% 成长至34%呢 和去年同期的22%相比呢 这一季是最好的表现 原本以为上一季是高点 没想这一季才是巅峰 再来看公司主要两个部分 政府部门和商业部门两个部门的成长 首先来看呢 大家最专注Palantir商业部门 是否在AIP带动下呢 有更好的表现成长 稍微解释一下 AIP就是Palantir人工的智慧平台 Artificial Intelligent Platform 公司在2023年第四季度呢 在商业营收年增了32% 来到了2.84亿美元 比起上一季的2.1亿美元增加 每股商业收入呢 增长了70% 从去年同期的7700万 来到1亿3000万 这方面表现相当的好 美国商业数量呢 也年增了55% 计增22% 达到221名客户 Palantir目前财报呢 并没有把他们家软体的获利明细 纷纷写下 但从会议记录呢 卡普的一句话 我们可以看出 AIP确实有带动公司的获利 他说目前超过100份合同 超过100万美元 37份呢 超过500万美元 大约21份呢 超过1000万美元 考虑到我们产品过去的方式 要做那么多合约 几乎是不可以想象的 我预计今年呢 会非常非常强劲 尤其在美国商业领域 从这句话呢 我相信呢 AIP11月的训练营 是发挥的效果 主要是呢 因为AIP的训练营 可以让客户在几天内 从零开始使用案例 然后使企业能够立即 解决实际的业务需求 或许呢 能多提升呢 AIP训练营的次数 再来我们看政府部门 政府营收年增11% 来到3亿2400万 美国政府收入同比增长6% 来到了2.37亿美元 和上一季相比 微幅成长 上一季其实还有 国际政府的助攻 而这一季没有 明显感觉政府部门放缓 然而呢 我刚刚也说过了 好在是呢 有商业部门来 弥补这块的不足 我自己画图形 比较更明显看出 政府部门和商业部门来看呢 其实营收还是有在增加 但是政府的增长率在下滑 我觉得增长率下滑很正常 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呢 公司的成长率会慢慢趋缓 所以很多大公司都这样 不过这部分呢 我个人认为 只要维持在双数字的话 还是可以接受 但另外一个商业板块呢 就特别重要了 这也是当初为什么 这也是当初为什么 Palantir要IPO上市 主要他们是希望走出政府部门 而迎接商业板块 目前的表现增长还是不错 而且公司引导也说之后会更好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商业部门必须弥补政府部门的放缓 至少呢 成长率要保持在政府部门的两倍 本季截至目前为止的TTM呢 来到497家 年成长率为35% 其中呢企业客户总数来到375家 比起上季的330家 多了45家 年成长率为44% 现金 现金等价务 还有短期的美国债务来到37亿美元 比上一季的33亿呢 增加了4亿美元 公司的每一季都持续在增加中 而自由现金留为7.31亿美元 转换2024第一季度呢 公司预计收入在6.12至6.11亿美元之间 而2024年全年收入在26.52到26.68亿美元之间 美国商业收入将会超过6.4亿美元 成长率至少40% 并且公司预计接下来每个季度的GAP的净利润 结论来看呢 我个人认为 Palantir的科技就像我三年前说的 我认为暂时还是最独特的存在 我相信公司的科技呢 看懂的没有多少 直到最近火热 分析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真正了解技术的人很少 因为他们并不像微软 每个人都可以去使用 透过使用当中去了解 所以如果有兴趣 我希望大家能去回顾我之前的视频 了解它的技术 和之前我视频有分享过 几家比较相似的公司的比较呢 还有其他的相关资讯呢 大家可以花时间去了解 然后再自己独立思考 毕竟呢 投资Palantir这样的公司呢 还是有风险的 就像早期的特斯拉 成功呢 你就是英雄 失败了 你就什么都不是 AI呢 毕竟呢 还是很新颖 早期很多人对AI认为只是创新 甚至呢 只是个噱头 需要很长时间 才有可能发展起来 而Palantir算是一家 Pure AI的公司 并且呢 它也开始获利了 证明呢 AI是有办法赚钱的 虽然目前要赚的钱呢 跟二线的尖牙 Adobe或CIM比起来呢 还是小屋见大屋 但是公司如果能突破 商业上的限制 未来我觉得还是后续可期 说完它的优势 我们也要注意它的劣势 就是美国商务呢 虽然呢在持续发展 营收年增也高达70% 然而呢 没有靠国际业务的成长 还是会受限 而且政府部门算是铁饭碗 但这几季的贡献也比较少 虽然上一季有外国政府NHS 但如果股价想要实现快速飙涨 那我觉得Palantir的营收成长了 可能要再加油 才有办法驾驭更高的股价 现实来看 之前上一季的Palantir支撑 大概在14.54 那现在支撑往上来到15.99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美西亚探的低点呢 也越来越高 而公司高层呢 大部分卖股卖在21到19区间 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了解大家投资股票的目的 除了看公司成功 最重要的还是要赚钱 何况呢 他们已经报20年的股票 卖股是正常的 卖在20左右 我觉得差不多 因为呢 再上去其实有点高于估值 但是目前呢 就看乐观的引导 是否给市场更多点信心 来突破前面的前高 而占21.87这个大压 对于今年公司给的引导 美国未来商业收入将会超过6.4亿美元 成长率至少40% 以上 那我们可以持续观察 接下来公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催化剂 就是有机会进入标普500 如果能输入那家路话 就除了代表公司赚钱 也代表你在你的专业领域上的认同 所以呢 现在我们需要就是慢慢观察追踪 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 请大家麻烦订阅点赞 谢谢大家 记得投资理财有风险 一定要独立思考 这不是买股提建哦 我们下期理财见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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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